大家好,欢迎来到momo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用豆腐做一道非常容易做,有很好吃的菜 先准备一块豆腐 像这样子先侧面切三下 再横过来切三下,竖着切三下 把豆腐切成小方块,这样子就可以了 换上专门用来切肉的案板 准备一块新鲜的瘦肉 牛肉或猪肉都可以 用到差不多50克,先切成小条 然后再把它们切碎 剁得随意点没关系 碎的肉末很好入味 肉末放在碟子里 倒入料酒 大概三克左右 用手把肉末和料酒抓均匀 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葱花备用 准备一些香菜 把香菜切碎备用 再切一点姜 同样切成姜末 放到小碗里面备用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再备一颗小米椒切碎 放在碗里面备用 像这样,做菜用的主料和辅料就准备齐了 下面开火 在平底锅中放入些清水 加入一勺食盐 三克左右 把切好的豆腐放在平底锅中 记得用小火 豆腐不容易碎 加盐煮可以去除豆腐本身带的一点腥味 等平底锅的水烧开一分钟 就可以将豆腐捞出 先准备一盆凉开水 把煮好的豆腐放入凉开水中 这样可以给豆腐降温 避免豆腐变软 如果豆腐太软 后面炒制的过程中 容易把豆腐弄碎 在锅中加油 根据客人习惯 使用花生油或橄榄油都可以 用刷子把油刷匀 避免食材粘锅 先放入肉末 稍微煸炒一下 然后放入姜末 再放入一勺豆瓣酱 再放入一勺豆瓣酱 翻炒均匀后 加适量的清水 水不用放在开锅 能够没过豆腐即可 加一勺盐 三克左右 加一勺糖 也是三克 再加一点点酱油进行调味儿 如果准备的豆腐比我的多 还可以加两克老抽 来给豆腐稍微上一点颜色 等汤汁开上来以后 汤汁开上来以后 把豆腐依次放入锅中 开大火 盖上盖子 煮三分钟左右 这样豆腐和肉末就入味儿了 中间可以用筷子稍微翻动 一点豆腐 避免翻锅 放入水淀粉 可以让汤汁 浓稠 浓稠一些 也可以让汤汁粘在豆腐上 豆腐的味道更鲜美 继续大火烧开 等汤汁开上来 像这样子 就可以出锅了 装盘的时候 加上切好的香菜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放入切好的小米椒 一道简单又鲜美软嫩的肉末豆腐 就做好了 菜谱和调料的链接 我放在了下面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谢谢